总算凹出头的南投哨棒队 在表扬会场一一披上花圈接受表扬 除了有各界颁发的奖金慰问 南投县府也特颁奖状鼓励哨棒队员 因为这是南投县哨棒史中 首次夺得三级棒球的国家代表权 从整个南投县的历史来看 我们的三级棒球以往都是非常薄弱 甚至于组队都有一些困难 所以这些成绩对我们南投县来讲 是一种鼓舞 其实每场都很难打 这样都跟我们说放开 放开来打会比较轻松 紧绷打你的心理因素就没有 就会害怕惧怕对手 有法治国小领军的南投哨棒队 在四月举办的偷偷杯全国哨棒锦标赛 一路四七高昂过关斩将 甚至在冠军战以23比3的悬殊差距 击败高雄市赢得冠军 同时取得今年八月 将在美国举办的小马联盟世界少半国家代表权 我们的精神一直在最上面 就是一直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 而且我都会提醒小朋友 不管今天输还是赢 我们要继续喊胜 因为裁判还没有说比赛结束前 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 这样子 也有可能被翻盘啊 也有可能会赢啊这样子啊 所以我都跟小朋友讲一定要有气势在那边 有信心拿冠军 然后就是希望战斗力可以变强 这样出去比赛就可以轻松的打赢 首次拿下国家代表全光荣的南投哨棒队 将代表台湾在国际赛事争夺世界冠军 他们希望以这份荣耀为动力 并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加强练习 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哨棒的坚强实力 原是新闻NO 南投市 超榜报导